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節的漫迷早晨節目 剛剛0比2輸給曼城 亦有一點如我們的估計 被大炒後的三場球 結果贏了二次 和了阿特蘭大 輸給曼城 說真的 這場球 可以這樣說 我們早前都經常說究竟是教練問題大一點還是球員問題大一點 這場球說真的 我會這樣說的 如果我一定要用正選球員的話 排這個陣 也是最正路的 當然最大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我一定要用那11天 這個就是問題的徵結所在 因為你看到很多球員已經踢到 累得好像都不懂得動 所以 大後備球員就沒得踢了很多 可能真的沒得踢又沒有狀態 所以這個陣就是這樣排的 但是是不是用這些人呢 我覺得就是這場球的針著的餘地 我想跟大家說說出場陣容 第幾個手籠 Back5其實就跟上次一樣 不過 華拉尼受傷後換了連特洛夫 雲比薩卡 拜利 連特洛夫 麥加亞 蘇爾 麥菲拉尼仍然都是麥菲拉尼組合 前面是Buno 前面是Carwin這次真的受傷 連後備名單都沒有 就代了Greenwood 拍著這個大大師兄 老老實實 你是很明顯看到 就是Buno 大大師兄 斯朗拿道 和Greenwood 那個聯繫絕對少 還有 上半場我們就 坐得非常深 好像剛才我 剛剛第二節的大家心水 Gavin說應該跟他 比較上進取一點 我們就鬥得很厚 但是老實實 鬥得很厚 是不是其實 就會輸球呢 我自己覺得 整場球來說 我們輸蝕的東西當然有 但是是不是輸蝕那麼多呢 就未必是 因為說真的兩球球 都是一些 個別球員的犯錯而導致失球 所以呢 正如我剛才所說 陣就是這樣排的 但是人 是不是用這些人 只是問題所在 那麼說回第一球入球 大家 現在都看了一場球的 我不用說太多 長球的發展 那麼第一球入球就是 我們都經常勝的 一個 人家對方的進攻 我們瓦解了 但是很快 30線都已經 被對手拿回球 再做二段進攻 我們就比較亂了 這次來講 對手落回左邊的底線之後 一個出球 當然啦 出球是挺陰濕的 一些地球的 快球 敗利 自己順順順順 把龍門 的幾天都扣不了 所以 嚴格來說這球球是可以 敗利自己的個人失誤 所以也未必 不關他陣事 老實 我看到 在開球之前 其實 Makena 捉住五個後防 在那邊 猛練 怎樣可以拉直線 直一點 不要那麼容易 有自己的隊友包月位 其實你見到 這場球 我們的球員防守 都算是集中的 都算是集中的 但是 很多時候 就可能太過集中了防守 反而 去到上半場的中段開始 已經 可能很累 很多時候 那些第二球 中場 中場 很喜歡說的 50-50球 都爭不了 又或者 有時候 對方 都自己失誤了對方 但是我們 都找不到那個球 或者 找不到那個球 結果 運用不了對方的失誤 成為 變成我們的優勢 這場球的感覺 是很深的 我覺得 情況是這樣的 和大家的狀態 我想 疲態不老 是不無關係的 我覺得這件事 OK 那另外 還有 我們 因為有朋友說 上場水晶宮就已經發了板 告訴你 點踢就贏到 萬成 的確 我們跟水晶宮的分別是什麼呢 我們 就真是 back five 中間 Buno退下來的 三個中場 就站定定在這裏 大家看自己的位 有一點點像以前摩尼奴年代 總之球場這一部分 是你負責的 大家互相看著 但是 沒有做到一個最重要的 我們如果要壓迫的時候 或者做 其實拍大巴都是應該這樣做 就是 對手一去到 近一邊的時候 我們怎樣可以成功地 收窄範圍 令到我們可以一起 迫搶到對手出錯 而我們拿回球 這件事呢 這場球 是全場都獻鳳的 尤其是上半場 所以呢 令到 萬成都幾多的情況 可以利用到 我們中場和後防 和那個 距離 中間的距離 但是呢 老實實 萬成這場球都不是踢得很好 雖然他們都利用到 但是運用到的攻勢 或者有效的 攻門都不算太多 就去到林園上半場 無厘頭 說真的又是失誤了 就是什麼呢 簡舌路在左邊的 就是 就是 斬過球進去 又是那句 索爾和麥加爾都不是第一次 明明他們兩個 事大一個都可以清走了球 但是呢 他們兩個 尤其是索爾 就看不到後面 Bernardo Silva 正在衝過去 就以為讓球出界 我只感覺到他們讓球出界 結果Bernardo Silva 就說真的 很勤力 不斷飛去前面 然後腳踏到盡力 剛剛碰到那個球 那你連迪基雅 很明顯都以為那個球出界 就完全反應不到 自己 扶著扶著自己 就自己就扶了那個球入網 那毛利頭呢 就輸到2比0 老實實 這場球究竟我們是不是 應該這樣輸呢 雖然剛才說 鎮就是這樣排 人 就真的很累 但是 兩球球都真的是個別球員的失誤 Sorry 我先說錯了 我們輸球球應該是7分多鐘 很早就失了 但是 我剛才為何說了25分鐘呢 因為我記錄了25分鐘 25分鐘就是我們全場 最大機會的射門 就是 終於做到少許的組織 我們由18分鐘左右 明顯地 原本是在後場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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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然後發覺猜猜猜不定 18分鐘 有一個龍門球開始 就開場 誰知道開了兩球 結果又開短 我真的很不明白 已經講過無數次 你在後面猜 短的龍門球出來 都猜不到上去 東西就被人逼 然後未過半場 又被人逼回 拿回球 與其都是這樣 那麼ître мо朋友 United 很難理解 教練的想法 這些 是教練的配置 球員 如果是自己想法 球員聰明 pig 假的 很少了 十幾分鐘 結果 20分鐘左右 我們比較小優勢 打長一點 六月 梭乙在左邊赶過個球 斯ろう拿 hiç 手都很漂亮 半身斜生 射上去 而Edison能夠 但彈出來呢 其實呢 這次Greenwood就佈了一個漂亮的位置 但是很可惜 他撿雞那天就踏了Q 說真的 可能他站了一個漂亮的位置 但是就 預計不到球那麼快去到他的腳 所以他就咬不回正的腳 結果就是 散中他的腳的旁邊 就出界了 這球球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我扣低了就是這個最大的機會 另外32分鐘 蓮佗洛虎就差點說 拜利你這麼高興自己搞定 我就差點搞定一球 幸好那球稍下2分鐘就敵基亞救出來 而已 去到下半場就換人 換走了拜利 換回新組出來 這也是我覺得很正路的換人 因為他講真的 你下半場再拍 輸了兩球都是輸的 不如試試打一打4-2-3-1 因為為什麼呢 4-2-3-1就是我們整班球員 理論上練得最多的陣 也都講真的 老實實 萬成都說真的 收兩球 收夠醜了 他們都退下一點 我們拿回優勢 拿回控球權 但是 結果都不是太理想 做到的真正的公門 我覺得都不是很多 有效的都不是太多 有些射門 但都是一些 連半機會都不算 可以這樣說 然後6-5分鐘再換 複仔就換入 換走 Greenwood 然後到69分鐘 梳爾就真的 我都說了 這班人踢到這樣 尤其是麥加亞加上梳爾 兩個都累到死了 其實我自己都做錯了 我做大巴心水 我都放回麥加亞和梳爾 發覺原來真的不行 他們兩個真的累到 真的不要踢到 結果跌倒了 硬硬又捱了幾分鐘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你第一次跌倒了 好心就換 又不知為什麼 又要捱多幾分鐘 這次就沒得說了 其實他跌倒了這麼久 如果要換泰利斯 我建議泰利斯都在熱身 又不知為什麼不換 可能泰利斯還未熱身 結果又捱多兩分鐘 三分鐘 結果72分鐘都要換 所以又再跌倒了 這個受傷又不知有多嚴重 我想英格蘭應該要退隊 其實說真的 麥加亞都退了 如果可以 根本上累得離譜 兩人 連續幾場球 都是他們兩個的失誤 令我們輸球 說真的 我一開始就以為 換了三個人 那就不能換 那為什麼 79分鐘又有 雲迪碧又可以出一下 我還未找到資料 不過這樣 我記憶之中 上個禮拜 上一個兩個禮拜 我就看到有些資訊 就說英超可以換回五個人 但是呢 我就沒有按進去看 詳細資訊 遲些如果有巴友知道 有些資料 可以給我一條連結 我看看究竟是幾時開始轉回 又或者 有些相關的資訊 因為我也想看看 究竟是幾時開始 就可以換回五個人 因為呢 後來到79分鐘 第四個換人出現 就是換走廢 但是換入雲迪碧 因為呢 我沒有按進去看 我一直以為 今屆不會變 因為我想 我打算是今屆正在打 為什麼會變的呢 所以我也 不太知道為什麼 說真的 遲些會找回資料 我也覺得有點奇怪 但無論如何都好 我換回出來 結果都是影響不了 臨到原場 就來萬成 還有幾個機會 所以情況就是這樣 說真的 長話短暑 今場球 我覺得 就是 都是輸 不斷輸 但是呢 我最後想說 一件事 無論是整場球運作上高 或者阿蘇爾受傷的時候 只有阿斯朗拿圖去看看 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 其實阿麥加日 現在的隊長 的位置 其實就已經明存實亡 他純粹就是 濫住隊長的避章 還有開球的時候 幫忙摘公志 實際上 球賽 核進行中 基本上那個隊長 就不是阿斯朗拿圖 就是班奧 所以我覺得 這件事都幾有趣 我們現在球隊的情況 搞到這樣 還要連隊長 都好像叫明存實亡 所以整件事很虛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感覺 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明天再評價個別球員的表現 今次的節目就來了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